大家好,我叫永順 然後我是黃維的弟弟 然後大家知道內政部 就前陣子政府有在推不動產的實價登錄嗎 然後因為之前不動產交易都是 它價格不透明,所以造成 造成就是可能就會有什麼炒房之類的 然後政府其實他有把 現在有把實價登錄的數據 放在內政部的網站上面 然後會有一個open data的下載區 但是問題是 我這裡點進來的時候 就會跑到這裡來 然後它的格式是 就像這些格式 就是什麼sml或者什麼ecell之類的 它非常非常不方便 然後抓下來可能就是像這樣子 那非常非常不方便 然後如果是什麼阿公阿嬤他們要買房子 什麼之類的,買土地 他們不會從這邊 他們很難很難得到一些什麼 很難得到一些什麼心得 什麼之類的 等一下,你阿公阿嬤就是要 來圈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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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選哪 什麼,圈什麼要買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所以,然後我的方 所以我的最後一個發掘 就是用google map 然後把實價登錄它的 有一個API叫geo-code 它會 因為實際上登錄它只有address 然後用geo-code 可以把address轉成 精緯度 然後可以把它標在那個 google map上面 然後 然後這個還沒有完成 然後我現在 因為我比較會frontend 然後我目前backend 就是還正在架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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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用地圖把那個 剛才那種 這樣很複雜的表格 秀出來 這樣子什麼阿公阿嬤他們看起來 就是會 比較容易接受 然後 就是 這樣輕鬆就可以 其實 用非常直觀的方式 就是可以去拉動它 然後 然後 然後這也是可以 可以用 就是像佛意的方式 就是它的那個 價格的下限阿 上限這樣子 可以做得很高的線嗎 蛤 很高的線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 Google map有沒有 可能可以考 都可以用Level Map 是喔 Level Map 可以幫助你很快速 就是它是給你一個地圖的 那個background 然後你可以 再 做一些你自己的調整 例如說你要自己畫什麼 然後 然後 就是 會有可以 就Filt 可以自己適合上限 上限 下限 然後 還有這個功能就是 這個 我還沒有完成 就是 我讓它 讓你可以選擇 你要看的線式 然後它會繡繡哪一區是比較popular的 就是 成效比數是多 比較多的 所以 這個對 如果你想要做投資的話 會是很方便 然後 所以你要幫你阿 幫阿媽找到 他們會 所以 都過世了 英宅也是可以的 然後 然後 就是 其他就是 點擊了以後 會有資料 像是 次Filt 然後 如果說 下面的 資訊 會根據上 提設的Filt 改變 然後 如果 你看到 某個地點 你可以直接去點它 但這個 目前我還沒有 還沒有做好 所以 就 讓大家可以很方便的 感到 open 的資訊 這樣子 就讓它 越來越 open 因為像 其實我看 591 它也有到 Google Map 把 每一個 有 有交易地點 都把它 指出來 但是它就是 不把那個Filt 做出來 因為這樣的房屋 壯件公司 他們就是 很想賺的就是 資訊不對稱的錢 所以 然後 如果說 這樣做就可以 嗯 讓大家很方便 好 就是這樣